简的故事 灰暗版 简26岁 刚刚在科布克公司人力资源部找到了份工作 所以8月份搬到了诺丁汉 他在莱斯市场区租了间新公寓 展新明亮 而且配家具 面积像个大号的鞋盒 搬进去时 由封贡能商伊莱特拉公司寄来的信 但当时事情太多 所以过了一个月 简都没来得及看 原来公寓里装了能源监测工具包 可以向伊莱特拉实时提供用电信息的详情 简本应该在他刚入住时选一个能源计划 因为没选 伊莱特拉就用了默认计划 但这个计划费用很高 他给伊莱特拉打了电话 公司用监测器里的数据帮他推荐了一个更好的计划 接线员似乎比简本人更了解他的生活方式 简对自己不是每天都洗澡的事情被别人发现 感到有些尴尬 因为简搬家花了不少钱 所以他就选择了低耗能计划 只要耗能不超标 就会很便宜 十月初 气温下降 新公寓就像漏勺一样漏热 简一直都觉得冷 因为房间温度调高了 所以耗能也就多了 月底 伊莱特拉来信说他超标了 并给了他几个其他方案供与选择 简选择安装能源管理几只猫 这个平板装置与公寓里的能源监测系统同步 由一个动画形象提供用能建议 最后的两个月 简试着听几只猫的话 但这经常弄得他很烦 比如他想穿新尘衣上班 当早上八点钟把衣服放到烘干机时 几只猫却皱起眉头 最后简只好穿着昨天的衣服去上班 并希望没人注意到 虽然简尽力了 但几只猫的要求 还是常弄得他措手不及 因为这些要求 取决于其他人当下在做什么 所以并不是总能料得到的 他也不喜欢几只猫经常主动 鼓励他在能源便宜时多用 因为这看起来很不环保 11月中旬 科布克公司突然把简的办公室 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 附近没有公共交通停靠点 简必须得买辆车 而且除非买电动车 要不然新的市区拥堵费 得让他大出血 靠政府补贴 他才付了货款买车的押金 简把车和能源计划结合起来 设定用车时间 用车时间外 伊莱特拉会把电网里多余的电 储存在车电池里 或者在高峰期时 用电池里的电 结果两周之后的一个周六 简想加班去赶项目时 却发现车电池用完了 所以只能坐公车 最后还要在大弄天里 走上二十分钟 一路上他边走 边不停地抱怨 一月份 简的新男友凯文 开始经常过来住 他的公寓在城市的另一边 常来简这里 对于两个人都挺合适 但是会影响简的能源计划 这样几只猫不大高兴 合住增加了能耗 而且凯文不爱规划 也不爱为这事儿 听一只奇怪的小绿猫发号施令 几只猫之后老是皱着眉头 当伊莱特拉来信 提醒简耗能超标了的时候 简和凯文大吵了一架 伊莱特拉热线的接线员 建议凯文把他公寓的能源计划 和简的合并 简和凯文吵了一架后 凯文同意了 到了月底 凯文发现得付两份账单 于是又吵了一架 凯文取消了能源共享计划 开始经常去酒吧 消磨晚上的时光 至少在那里 他不用付电费 简于是开始疑惑 到底合住值不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